對啦 講一下為什麼會選擇以下來這一首歌 就是因為 這一首歌是在我讀書時期其實影響到 挺深的 我是因為 這一首歌是一部電影的主題曲 那我也都是很喜歡看這一位藝人的電影 還有聽他的那些電影裡面的插曲 而令到我突然之間很 我很想自己都可以像他那樣 你是偶像 是我的偶像 就是我很想有一天都可以演戲 就是用情感去表達一件事 或者有一首自己的歌 去講一些自己的故事 所以我覺得這一首歌其中一首 影響得我 是都算挺新的 那時候讀書時期 所以就選了這一首 Semi的《終生美麗》 今天送給大家 好緊張 我這樣沒什麼時間 哈哈 哈哈 作曲 李宗盛 几乎也被你收复 从前那一位 永迷能做到 是你去唤醒我 努力才能被爱慕 但回头摸到你 为我好 自己不好 我只恨恨意合着眼睛 只得你尊重身影 如果这片非爱情 年轻到不会太高兴 莫非可终身美丽 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 对你不止感激定义 当你自己从事虚拟 莫非多一份秀丽 却值得分享我们一切 给我自信 给我地位 只要幸福 不怕流逝 任他无多漂亮 未够你惊贵 记忆无论再轻 轻不过物不清 靠你的手臂 保护人潮中长远 我只幸运意合运 到一转身找得到你 来为我打气 如果可抱起这爱情 连听到会带我高兴 莫非可终身美丽 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 对你不止感激定义 当你自己才才开矮 莫非多一份送礼 才值得分享我们一切 给我自信 给我地位 这叫幸福 不怕流逝 任他无多漂亮 未够你惊贵 因有自信 所以美丽 使我自卑 都放低 在半空之中 趁你 不管身世 在半空之中 耶 就是《终身美丽》了 因为当时我都很喜欢看 《瘦身男女》这部电影 所以你这么瘦啊 无关事啊 原本你是这么胖的 哦 看完之后 看完之后就受三年影响 我就一直很努力地做运动了 没错 哈哈哈哈